来关注缅甸的局势 就在军政府暴力镇压示威群众之后 为了避免和军警人员爆发正面冲突 一些示威者敢以快闪的方式四处抗争 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 昨天就有上百名示威者 拉起写着标语的标语牌上街快闪 示威者举着标语快步穿行街道 展现出他们不服输的决心 当地两个城镇的居民宣诉 听到爆炸声响 一名妇女不幸在其中一宗的爆炸事故当中受伤 军政府将爆炸事件归咎于煽动者 但目前没有人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 根据缅甸一个监测小组 反政变动乱已经是导致将近760名平民丧生 不过军政府的满横压制行动 没有阻挠民主抗争 蒙玉瓦和图瓦星期六再有零星的示威行动